现在什么宝宝最主流 自然是带镜台庙地的了 因为镜台庙地加成太高了 一只180级带镜台庙地的宝宝 气血比普通宝宝至少多2000血 当然镜台庙地宠的打成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胚子的价值也很高 这部今天就有位玩家 合出了一只11技能带镜台的雷鸟人 15000的价格摆上了藏宝格 结果卖不掉 一幕之下要下架打输 结局会是怎样呢 一起来看看吧 写三的哥哥找我的资源竟然是11技能 镜台雷鸟人大叔 太荣幸了 我以为这种给镜台打出的荣耀 只有风哨能给我 没想到还有你 这只雷鸟人打毕垒吗 还是打死亡学生 开始打了 开始打了 第一本书打高级幸运 没有 在我眼里没有太坑的书 所有的书在我眼里都不坑 没有打掉镜台了 最近打宝宝都是全程 希望这只也是 打到89技能左右的时候我就收手了 第一本直接掉到弱点 雷鸟人是用小友游戏的 不用害怕 一个前排一个后排看见了吗 这回又该打前排了 前排的技能 这回可以上地杀 偷袭和招架 一本高级偷袭 弱点已经淡掉 干的就是雷鸡水弓 前排的三个大法 或者是小法得死一个 好前排还是掉前排 讲道理 再补性命就行了 OK 掉了最后一个技能 大后排 壁垒 掉中间的 不用怕 掉中间的 不用怕 现在四本书了 镜台变为变成壁垒 壁垒在前面 差的书已经越来越少了 下一本我想一想 我要想一想 有点东西是吧 还行 下本书我告诉你们听的 下本书听这我打高防 一点一点像蜗牛一样往前 他往前了咱们就让他往后点 往后点再让他往前一点 钱还有吗 钱有 要吸收 要反击 这本高级防御处理完就差不多了 要糊了 我靠 真的意外 这种就是意外 工准了 你就讲道理 顺风装壁 逆风讲道理 最过顺风 高臂覆盖幸运也行 覆盖幸运也行 我能忍 高臂不掉镜台就行 雷击掉了 这几天连续打书怎么了 我发现我只要不挡技能 打得就特别狠 再往前一位数 上一个高臂干掉了雷击 这个高臂我跟你讲 还能 最后一本书没刮招 没套路 直接 直接掉反击 掉雷击 掉了吸收 我又打成了一只 精彩宝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打成的 反正就是成了 一钱以后 一钱以后 然后我只能 夜战最好别打 然后就戴夜战套 反正幸运也有 名词也有 高房也有 吸血也有 我靠 兄弟们 老板不忍 老板就是俩字 不忍 我靠 这个区高级招架 还真是800万 别的区15块钱 20块钱 30块钱的高级招架 再来到了雪山 卖了69 雪山果然 狗路过也得挨头嘴巴的 牛魔王路过 掉的是高级偷袭 掉啥都不用 不用晃 都一样的 只要不掉镜台 不用担心受决的循环钱 前排 兄弟们 窝里打起来了 幸运招架高投 三本出 撕发起来了 相同的位置 一直在反复的覆盖 前排别吵了 要吵偷袭 直接在4号位 看着大雷 兄弟们 这回眼睛盯着大雷 还怕的兄弟们自己拿键盘挡一挡 啪的一下 壁垒掉了 都是三分之一 掉其他的都属于意外 不打还不行 又是前排掉了 又是那个幸运 不忍 贼带给我掉一本 来来来来 结束了老板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收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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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战套 十红镜牌大哥 牛逼人了 我跟你讲 我都觉得有点诡异 带一 hä 我 immediately 对 这也就能讲